欢迎收看小高 就在全红蝉努力训练的时候 又有个新消息 说全红蝉要去中国澳门参加个大活动 而且这次他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是咋回事 就在日前 全红蝉已经正式抵达中国澳门 做好活动的准备 而从当天网友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全红蝉全副武装抵达当地酒店 还和接待的工作人员进行握手致意 当天全红蝉戴着口罩穿着外套 整个人的包装得非常严实 不知道是生病了 还是想要比较低调 总之全红蝉在人群中反倒显得十分的突出 因为全红蝉本身就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流量担当 所以他去到哪里都一眼被大家认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和全红蝉一起抵达当地的 还包括了苏炳天这位田径名将 陈梦 圣里豪 这些奥运冠军 以及很多的体操民宿等 可以说这一次主办方非常重视本次活动 所以邀请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体谈人物 一起到现场捧场 而且据媒体报道 到10月26号这一天 郭晶晶还会现身和全红蝉一起来担任 本次活动的领跑员 当然这也意味着 全红蝉从奥运冠军 转变成了活动的领跑员 解锁了全新的身份 这对于全红蝉来说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认可 因为从官方报道来看 这一次担任活动的领跑员 只有郭晶晶和全红蝉等少数的奥运冠军 除此之外 其他人大部分都只是过来捧场的 如此看来 全红蝉作为这么多运动员当中年纪最小的 就能够成为这一次活动当中的重要担当 足以看得出来 举办方对于全红蝉是非常认可 十分的重视 而从全红蝉的人气以及国民度来看 他也是这么多运动员当中 知名度或者说受欢迎程度最高的 如果说其他运动员来参加这次活动 不一定能够吸引路人的话 大家一听到全红蝉的名字 可能都会奔涌而来 起码为了看一眼 全红蝉都会关注一下这个活动 所以说全红蝉的影响力真不是盖的 希望他能休息好 活动当天精神满满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当然了 难得来澳门一趟 也希望他和国家队的队友们好好玩玩 放松放松 因为回去后又得开始魔鬼训练了